主席麻煩请部长 请部长 马维好 部长好 我想就下一次 其实我有提出过询问 就我们那个 目前在纽约办事处的 那个联工小组 我们目前大概有多少人员 就这个小组的成员 联工小组本身 不到十个人 八到九位 我们主要是有一位副处长 来负责我们整个联工方面的业务 因为之前有听到 部长有提到 就目前其实在整个 我们加入其他国际组织 或者其他的 跟其他国际的交流等等 其实他们都有在运作 不过就得到了讯息 就是说其实他们的 目前还是有点闲置的状况 是不是他们的作为不够积极 那这一部分在预算上面 是不是有办法说 像这样的人员如果说过于闲置 是不是预算可以支应到其他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的外交的预算 也是有很多部分是比较拮据的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现在我们整个联工小组的预算 其实这几年其实减少了很多 那最主要就是说 原来那个推动联合国案 我们做了一些方向上的调整 那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专业性的 这个功能性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为主 那联工小组其实也是我们 驻纽约办事处的一部分 其实人力本身事实上是在做一些 调配跟调整 在办事处里面的人力 对 里面 事实上 对 纽约 就是联工小组事实上就是我们驻纽约办事处的一部分 我们有两位副处长 一位副处长是负责联工小组 我们希望 因为不是预算的多寡 而是他的成就 他在这个工作上面 他可以发挥多少效益 那个才是我们比较重视的 因为你如果说做得好 其实我们再多一点预算 那个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部分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工作项目上面 还可以继续再加强 对 因为最近的一些工作重点 像很多友邦的元首或者总理 在总辩认的时候替我们发言 那另外最近我们也会安排一个 友邦在联合国的一个长代的代表团到台湾来访问 我想工作 其实我们还是持续在推动 那另外像我们有一些NGO跟公共外交的部分 还有有一些的国际会议跟交流 我们跟其他部会是不是会有重复编列预算的 呃 发挥的更大的加成效果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外交部 跟其他的部会 事实上都有一些区隔 就是这个预算本身不会重复来编制 我举个例来讲 比方说APEC 那事实上我们部里面是有一些经费在做 那经济部也有 那我们也支援其他的部会 那另外像国际青年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外交部所做的 那事实上是以我们这个友邦的一些 这个友邦的一些中生代的这个政要为主 那还有我们所做的这个青年大 国际青年大使计划 那我们事实上是以这个 来争取这些友邦国家对我们的协助为主 所以事实上工作本身是有一个分割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更明确的讯息给委员做参考 相对的部分 我们希望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预算是可以花在刀口上 就刚刚也有其他委员提到 就有些我们基金的运用 我们希望促进我们跟友邦或者其他国际间的交流 不过他的发生的效益 还有我们举办的那些会议内容 我想有些可能要更审慎一点 因为我们讨论的内容是不是跟这些相关的 我觉得可能有必要 如果有就是有必要在检讨 那另外我还要再请教一个 就是国际关怀跟救助我们编列了两亿多 那它主要是指引国际间的一些重大的灾变 还有国人的像在国外旅游的状况 或什么发生急难之后的一些救援工作 那可是我们还常常接到一些申诉 就是说他们国人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得不到一些资源协助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没有钱都被透光了 护照也丢了 那没有钱可以回来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提供 生病的时候 对我们在国外其实这个是我们驻外单位 一个重要的工作之一 其实我们现在有提供就是24小时的电话 所有的驻外单位都有一个24小时的联络电话 也就是说在获得通知之后 因为我有接到一些反应就是说 包括像发生这样急难事件的时候 我们没有钱可以支印 所以这部分是经费不足编列的不足 还是运用上面 可能还是我们希望充分可以协助国人 在其他国家发生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全力协助 这个我会全力来办理 希望说有这样的现象不要再发生 另外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领务局在台湾总共有多少办事处 我们现在机场也有领务局的办事处 主要是提供签名的服务 另外就是这个中南东 中南东 中部 中部设在哪里 中部在台中 现在云嘉南是新设的 云嘉南新设 南投是包含在台中 南投应该是在台中 我们就住台中的这个领务局 那以前是高雄还有花莲 那云嘉南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筹备处 事实上已经开始在运作 将来也会发挥这个领务的功能 我们希望领务局的工作 因为现在有很多跟领务局的业务息息相关 然后我们希望提供给国人更多的便利 因为像外籍的配偶 其实这些其实在台湾还是发生很多的问题 尤其在面试的时候 我们其实希望这一部分 还可以继续加强改善 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